一條導線電流通過 我們寫I 放個箭頭就代表電流通過 電流通過之後請告訴我這個磁場是什麼方向 磁場是不是這個方向 磁力線的方向是不是這個方向 你看這個磁力線的方向 磁力線通常是一個避封閉的曲線 你看到磁力線的方向之後 你之後哪個是N級嗎 往上了嗎 N級是哪邊 看從哪一次 這不一定 所以如果把這邊放個直北針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直北針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你如果有直北針放在這裡 你會看到直北針是這個方向 那我們說就一個固體 假設這個能夠放入磁場的話 磁場是從它的N級流出來 再進去S級 是這個方向 所以N級出來的地方叫N級 再進去 出來的地方叫N級 但磁力線它本身裡面只有貫穿 這是一個封閉曲線 磁力線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是不是這個地方最密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地方最密 兩邊的地方最密 最密的地方磁場越怎麼樣 越強 所以你可以用磁力線的緊密程度來決定磁場是強或弱的 這是幾個概念 好了 那我們把這個導線 我們把這個導線 量到我的一圈 電流從裡面通過 電流通過了 這個導線是這個方向流出來 現在就這個圓圈來講 就這個圓圈來講 這個線圈來講 磁場是朝外面還是朝裡面 朝裡面 是朝裡面喔 用什麼閉 用右手閉門對不對 這個方向的電流 磁場方向 對 磁場方向是我們這邊走 電流方向是這樣 方向走 電流方向 對不對 所以磁場呢 是我們裡面 往裡面畫的意思呢 這代表屁股 如果用一個箭頭的話 箭頭這是個點的話 這是個箭頭的話 我們後面看的話 看到箭頭 箭尾巴 箭尾巴就看得很像叉塔一樣 用叉塔來表示 那如果說我們用點點來表示 箭頭就朝外面 好 所以我把這個線圈呢 再延伸 假設這個線圈 這個東西還好嗎 你不好 你不好 不好就要站起來 站得比較清楚 以後去洗把臉 後來臉 我們現在再複習看看 好 我們現在一個線圈 繞圈圈 這片流方向 好了 這是平面來表示立體 這有一個小缺點 這怎麼看都可以 這個線圈到底是 這樣子到 還這樣子到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我們就拿一條線 好 現在有個線圈 假設我是這樣子 這樣子 就不要看得清楚 太多方向 好 那些線圈 好 這樣繞起來就好 好 這樣繞起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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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從這邊給它電流進去 假如我從這邊給它電流進去 電流進去 所以這電流怎麼流的 我這邊給電流 那這邊是翅膀方向 還這邊是翅膀方向 還這邊是翅膀方向 N在右邊 N在右邊 你的右邊 對 這個電流是這樣流 對不對 這線圈是這樣流的 這線圈這邊正直進來 進來 進來就是這樣流動的 是這樣流動 電流是這樣流動的時候 我用右手電折一下 翅膀方向 所以翅膀是這樣流的 翅膀是這樣流的 所以假設 我在裡面放一個磁性物質 用像鐵 我捏 放一個磁性物質在裡面 你會發現 這個磁力線會經過這個磁性物質 會把磁性物質裡面的磁場的小東西 小元件 全部給它倒向 倒向完之後 它會具有更長的磁力 所以我們說這要有電磁鐵 電磁鐵平常在生活中 日常應用會應用在哪裡 日常生活中應用在哪裡 日常生活中應用 日常生活中應用到 而且你們尤其是年輕的 你幾乎是天天都用不到 手機裡面是甚麼地方 手機 蠟膀 對 你看喔 我這邊放個磁墨 這磁墨上面有貼個磁鐵 這上面線間通過電流 我們就可以把聲音的大小 變成電流的強度 所以聲音很大聲的時候 電流就很強 聲音很小聲的時候 電流就很小 所以你聲音是有震動的嗎 聲音是不是有震動 我們學過波 聲音是不是有震動 所以把這震動 轉換成電流的訊號 強弱 我聲音很大聲的時候 電流就很強 一個震動 把這震動訊號 轉換成一個 電流的訊號 所以這個磁場變怎麼樣 這磁場變得很強弱 忽強忽弱忽弱 忽強忽弱 就是一個震動 我把電流的訊號 轉換成磁場訊號 磁場訊號對著另外一個磁鐵 這磁鐵貼了一個薄墨 所以磁鐵會被吸引物排斥 當我磁場很強的時候 假設這邊是N級對N級的話 是不是會被排斥很大 假設我的電流的訊號變小 是排斥很大 因為彈性的關係就會彈回來 所以這個 從磁場訊號變成什麼 又變成一個薄墨的震動 這薄墨震動會擠到什麼 擠到空氣 所以我們就聽到聲音了 所以持續觀察喇叭 在想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喇叭的滑墨在震動 對不對 因爲一個磁場的關係 讓滑墨震動 產生聲音出去 所以這就是我們怎麼樣 在把電磁鐵轉換成聲音 那還有什麼地方 我們平常會用到 哪裡 門頂也是 門頂的方式怎麼做 我們那時候在講 打點計時器的時候都要更細的 簡單來講 這是一個線圈 這是一個鈴鐺 這是錘子 然後這樣吸過來 然後這樣子 這邊 假設我們給他一個開關 開關一切 一切的時候呢 這是磁鐵 會把這鐵電吸過來 好 有地方掛錯 這是固定的 然後這邊有個鐵棒 好這樣 這是開關 所以開關呢 吸過去的時候呢 鐵棒會被磁鐵吸住 吸住就打過來 撞到糟 撞到糟 這個點就分開了 分開之後就沒有磁場 對不對 電磁鐵是不會吸 所以再彈回去 彈回去又撞到 又有電 再吸過來 所以他就 吸 彈開 吸 彈開 吸 彈開 就開始了 所以他整個電磁是這樣的做的 這是電磁鐵的一個運用 好 電磁鐵要怎麼運用的 哪個 哪裡 電磅 電磅 電磅也是電磁鐵的運用 好 電磅什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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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磅怎麼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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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磅為什麼轉呢 簡單來講 我們這邊放個磁鐵N級 這邊放磁鐵S級 我中間弄個線圈 這磅子 這磅子 我把線圈倒出來之後呢 這邊進入個電 應該這樣子 這是一個比較立體的條件 我們先這樣看 沒關係 當我通電的時候 這邊是正極 正極進去 正極進去的話 假設我這邊是 旋轉方向 這個旋轉方向 這個旋轉方向 所以這邊也是N級 對 這邊是S級 所以說 這是發生什麼事情 會排斥 會排斥對不對 會排斥是不是 它就轉過來了 那它轉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這邊N還是S 還沒打結 這時候它應該是一個圓片 它是圓片 所以它這樣旋轉的 它是這樣旋轉接觸的 怎麼講呢 譬如我講 這是一個正負極 的片子 我的線是這樣接觸它 所以這樣接觸的時候 它這邊是正極進來的 這樣旋轉 好 所以到這邊的時候 你看N級跟S級 會怎麼樣 會吸引對不對 會向吸 就會繼續把它拉扯過來 所以當它到這個點的時候呢 它斷電 就是怎麼樣 當我這兩個平板 轉到這個角度的時候 我跟兩邊沒有接觸 它就斷電了 斷電之後呢 它就變慣性 慣性上去 要旋轉 旋轉到這個角度 去到這個角度的時候呢 它轉過去了 碰到另外一邊 結果本來這邊是N級的呢 它電倒過來 它的電倒過來 讓這邊重新回到N級跟S級 它電倒過來 所以N級跟S級 它這個角度 所以它要排斥 這邊要排斥 所以它繼續旋轉 所以這馬達就是這樣一直旋轉 它是透過一個電梳 我們講電梳或電刷 然後它就會碰到障礙 碰到障礙 就是中間會有中斷的時間 所以這是馬達的運用 所以這邊要排斥 是馬達的運用 太多年了 我們可以用到 製造成功 然後進來 時會用來 隨著 那麼多人